哈喽大家好 欢迎来到花痴小妹 我是花姐 本期呢 继续来给大家分享好吃的 哇 好大一个盒子呢 里面是什么呢 猜开看看 给大家看看 摸着尖尖的 好像是铃铛哦 来来来 哎呀 不对哦 圣诞树 但是这个圣诞树 怎么是红色的呢 圣诞树不是绿色的吗 那看来今天 这不是一般的圣诞树 哎呀 每个都一样呢 哇 这上面还有小人 还有拐杖 还有菩菜的糖栗子 上面还有一个绳 可以把它提起来呢 原来从顶部是这么容易就可以打开的 哎呀 我感觉它好像是糖 都有点粘手了 给大家仔细看看 哇 好像一个塔尖呀 感觉这个糖好像是一根绳子这样 呜呜呜呜卷起来的 好粘手哦 有小人和拐杖 啊 闻到的是什么味呢 感觉没有水果味 也没有巧克力的浓香 哎呀 一股怪怪的味道 那么它的味道会好吃吗 哇 空心的还 哎呀 这味道让我一吃就想起了 小时候的牙膏糖 大家肯定都知道牙膏糖什么感觉呢 清清凉凉的感觉 薄草味特别浓 嗯 啊 清凉糖和夏天绝配 嗯 哎呀 好凉啊 越吃越凉 还带着一点淡淡的甜味 啊 好吧 哇 我已经充分知道它的味道了 哇 这糖的黏在我手上了都红红的 嗯 天真温度太高了 得放冰箱去才行呢 嗯 上面有小人这么可爱 不知道小人什么味道 应该不会是清凉的吧 哎呦 小人被我啃掉了 嗯 哇 小人咬的不像是饼干 是硬质糖果 甜甜的 啊 哎呦 好了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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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就吃到这儿吧 好拈手啊 那本期的螺旋造型的尖尖塔尖清凉糖 就给大家分享到这儿了 喜欢的朋友们别忘了关注和点赞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